到通天地有行外 思路风云动静中 欢迎收看今天的金融鬼股指 各位机会要来了 在上个礼拜 包括了这个礼拜 经过了大盘的回档之后 以及美国股票市场的回档 今天的下影线 代表着未来即将要开始上涨 因为下个礼拜 美国总统就要选完了 因为在护国神山的部分 也已经利空出尽了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绝佳的出手点 那么如果要出手的话 应该要选择什么样的个股 机会应该如何来掌握呢 今天我会有一份重要的资料 当作是我们11月份的见面里 叫做巴仙过海 这里面的巴胆个股都非常强 这11月 这8档的个股将会震撼整个台北股票市场 来看这里 巴仙过海巴标股 就是这里面的这8档个股 我觉得它即将要震撼台北股票市场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一份的资料 各位完全不用猜 我会直接把它公开在我LINE AT的上面 我的LINE 小老鼠GO888 maybe你在别的平台有看过我 maybe你在之前的这个中视的新闻网 有看过我 那么现在我转到了这边 请你继续支持鬼谷子 小老鼠GO888 或者是你要扫描这个QR Code的话 都没问题 那么我为什么觉得 这个大盘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来从这个礼拜 我就跟大家说 未来将会非常的热闹滚滚 包括了Alphabet Meta 微软跟Amazon 还有Apple的部分都开始要 公布它的财报了 然后所公布出来的这个Google的母公司 Alphabet 它的财报非常非常的漂亮 并且它未来的资本支出的部分 依旧是非常的好 你去想如果说一档个股 它的资本支出不断的在向上飙升的话 岂不是看好未来的可能性吗 所以整体的这个科技相关类股 绝对没有走完 那所以在Google的部分 它也是涨幅非常的凶猛 那再加上到了我们放台风价的这两天里面 美国方面10月份的小飞龙 它就业的这个人数呢 大幅超出了预期 那包括了企业招聘的速度呢 也创下了一年多以来的新高 代表着这市场上面是缺工的 如果是缺工难道不代表 经济是正在火烫当中吗 再加上如果有一部分 他可能会想说 鬼谷子啊 没错 经济方面是蛮火热的 但是房屋市场会不会出问题 那我们就来看 美国的这个领先指标的部分 叫做成屋的签约销售 在9月份的时候 它的月增来到了7.4个百分点 这个叫做四年来最大上升的幅度 也就是美国 即便房屋的部分可能长得比较多 可能到年底的时候 有一部分人会猜着说 美国的商业不动场的部分 是不是会出问题 但是实际所公布出来的 经济数据的部分 跟你讲完全不用担忧 甚至于越来越火烫 那再从美国商务部 这个礼拜四所公布的数据说 9月份的PCE年增2.1个百分点 是2021年年初以来的新低 各位美国在通膨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2022年 也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 根本没有通膨 而这一次的9月份的PCE 它是创了2021年年初以来的新低 代表着它早就回到了 通膨发生之前的相对低档 也是通膨已经对未来来讲 不会再是任何的问题 当然你如果扣除掉的 能源跟食品部分 稍微比较高了一点点 但是也不过高个0.1个百分点 我认为都是在市场 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 所以从经济数据的部分来看 其实是非常的漂亮 那再从重量级的财报部分来看 我们刚刚说过了 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 非常漂亮 那Meta稍微没那么好看 它的第三季的营收 虽然比市场预期的要来得好 但是它未来用户的成长性 不如市场的预期 但问题是 FB本来它就怎么样 已经用非常久了 所以当年龄层慢慢慢慢的 我们这个年龄慢慢的增长之后 本来就会比较少用 而现在的年轻人 用的也不是Meta相关的 所以在增长的部分 本来就会没有市场估得来得这么好 这都非常的正常 但是它的财报比市场要来得好 这才是重点 那再从微软的部分 Microsoft的云端的业务成长非常的强劲 在第三季的这个营收跟获利的部分 都比市场预期的要来得好 比市场预期要来得好 只不过对未来的展望稍微没有那么好 未来展望大家认为将近要700亿的美金 698亿但是它所发布出来的只有681到691 但你去看有差很多吗 差别也不大 所以你看到在微软的部分 它的股价依旧在相对高档 好那除了Meta跟微软之外 苹果它在昨天的收盘之后 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 收完盘之后盘后 它所公布了第三季的总营收 居然还成长了6个百分点 当然在它这一次所推出来的新机iPhone 16 感觉起来蛮普通的 这市场也没有造成相关抢购的状况 但是它第三季的总营收 居然还能够再成长6个百分点 代表什么 代表它能够赚钱的方法变多了 它的商品不再只是行动电话 所以整体来看这个市场 有它变通的地方 所以苹果它才会再成长6个百分点 比市场雇的要好太多太多了 那再从Amazon盘后所公布的 第三季的营收的部分 也比市场预期的要来得更好 那美股盈余更是成长了55个百分点 美股盈余大幅成长了55个百分点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内容 非常惊人的内容 并且它在Amazon今年资本支出的部分 为750亿的美金 比去年大幅成长了一样 是55个百分点 你去讲资本支出要成长这么多 它不是成长了10个百分点 15个百分点 它成长了55个百分点 代表什么 绝对不是看未来会不错 绝对不是看明年会不错 它是看未来的三年 甚至于更长的时间会不错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当大盘拉回 当台北股票市场被拉回的时候 这不就是机会点 因为未来会很好 你把时间给拉远一点点 极短线上面的震荡 就不用怕 因为未来怎么看 它都是会越来越好 再来从Intel所公布的 Intel算是这个 在美国股票市场里面 问题比较大 但你去看 问题最大的人 除了美超为之外 它一样问题很大 但它所在盘后所公布出来的 第三季的数据中心 跟AI的这个部分 它的营收也比市场预期 要来得更好 并且它自己估 今年在第四季的部分 每股盈余为0.12元 比华尔街所预估的 0.063美元要来得更好 所以在盘后的时候 涨了14个百分点 因为大家都说Intel 要跟这个护国神山来竞争 但是护国神山的成本低 并且它的品质好 所以它每一片 每一片所卖出去的金元 都可以赚到钱 都可以赚到四五千块的 这个美金的部分 但是Intel每一片 所推出来的金片 即便有卖出去 它卖的价格 跟护国神山要一样 不然谁要跟它买 对吧 在价格一样的情况之下 护国神山一片 可以赚四五千块的美金 但是Intel每一片 要赔七八千块的美金 这一来一晚 Intel当然会跌 但是它所公布出来的数据 居然人家估它只有0.063元 它居然还有0.12元 这是一个蛮厉害的一个状况 好 那再继续讲下去 再加上全球世代央行的部分 一直在放钱 我们都知道股票市场 如果要上涨 钱就是越多 它就越会涨 你看到近两个月 最新的数据来给你 不断的放钱 在这里持平 因为有这个通膨 不太敢放 但是到了近两个月 通膨开始放缓之后 立刻就往上再放出来 所以找股票吧 各位我在之前跟你分享的 这个3450联均的部分 你看拉回到了78的线 这一天才96.3块钱 随即缓步电高到了135 然后再飙到145 我一路给你追踪 一路跟你讲 它未来势必会好 因为它子公司打入了 这个AOC的部分 400G变成800G 然后再涨到170 180 甚至于即将要往200块来走的时候 我都一直跟你讲 它未来的展望会非常的好 所以绝对不要卖 甚至于从96.3 飙到了100块 130 140 170 甚至于准备要供过200块的时候 我都跟你讲什么 为冲冠做准备 稍微停一下 不要卖 从量能的部分来看 它一定会过 一定会过 那你就好好的报老 各位站在哪边看的差别 你如果觉得 站在100块看 涨到150 你会觉得贵 涨到200块 你会觉得绝对不能买 但是如果你站在300块的角度来看 我之前都在我盘后的节目 跟你说过了 你站在300块来看子党个股 100块赶快买 200块都不贵 涨到250 给它洗一下 洗完拉回 又可以买了 是吧 好 那再继续看下去 再整理个两天过后 果然亮灯 涨停板 10月9号直接亮灯 涨停板 已经飙到了211 那9月份的营收的部分 也冲到了将近要8亿元 创下了历史新高 所以它的职工室 也从400G变成了800G 你去想各位 你去想一件事情 当AI的伺服器 特别是当挥达的AI伺服器 要开始大卖的时候 Bakeaway 跟GP200 黄仁勋自己说的 客户非常疯狂 这市场的需求非常疯狂 那如果是非常疯狂的话 大家就是拼命下单 那如果他要拼命下单的话 只有挥达的伺服器 能成吗 不能 因为你的伺服器再强 你也需要光通序 你也需要传输的速度 能够跟上来吧 而这个东西 这个内容 就是3450 联均在做的 那你说当AI伺服器要好 联均他当然就会跟着好 所以涨到了210 我觉得也只是刚好 那再往上 10月14号又亮灯 涨停板 涨到了228 然后一直跟你讲 要续吧 要续吧 我的家族成员 都赚得非常的快乐 然后到了15号 又再度亮灯 涨停板 进入了主升段 涨到250 甚至于从筹码面的部分 也跟你讲过这档个股 他我之所以看好他 跟我一路要续报的原因在哪里 那即便有下影线 被打了下来 10月16号 大阪是大跌的 我都跟你讲不用怕 就算正还会上 你看同样一档个股 我做的跟别人的做的 就是不一样 那到了10月17号 又再度亮灯涨停板 涨到了252 那最高 甚至于到了10月18号 我跟你讲 先不要追了 你看 你回过头来看 我请你不要追的地方 有没有超漂亮 请你买的地方 已经很漂亮 请你不要追的地方 更漂亮 而我卖的地方 我不是卖在最高点 我卖在这个地方 相对高档的位置 相对低档支带要买 相对高档支带要卖 我认为这就是 最完美的操作 连我自己都觉得 我做这档个股 做得非常漂亮 那今天的这档个股 应该怎么做 我等一下再跟你说 包括了像3013 这个成名店的部分 那在AI伺服器的 投资浪潮之下 那这个最重要是 你看他今年就赚三块钱 可是他前两年 加起来都不到三块钱 并且他明年太过长的部分 要开始升长了 虽然明年的财报 势必会比今年来得更好 今年就三块了 明年会更高 那他的股价经过了拉回 当然就可以买嘛 是吧 然后你就看到 我给你的个股的时间点 有多么的精准 跟你分享完之后 他就开始缓步电高 一路创高 甚至于请你一路续报 你去回看我当时给你的盘后 节目我怎么说的 鬼股们超级幸福 你加入我的鬼股们 我带你做的个股 就是标股一档接一档 一直涨到了169 甚至于到了10月24号 我还跟你讲你别追了 涨到这边来不要追了吧 相对高档的地方 我也把它给获利入带了 这就是我在做的股票 我做的股票 跟别人做的股票 就是不一样 同样一档个股 有人赚一根就跑 我是从头赚到尾 我没有买在最低 我也没有卖在最高 但是我就赚到中间的甜蜜期 对我来讲 股票是应该这样做的 你才有办法买得到 你也才有办法卖得掉 而且我是公开的操作来给你看 相信大家都赚到了 好 除了这两档个股之外 包括了像双红 当时才9月多 你回过头来看 这都是超级大买点 我鬼股子在跟你分享 这些股票的时候 都是超级大买点 双红别人不要 人气我取 他当时才607块 他也吃到了GB200 所以他就开始怎么样 他本来就会涨 各位并不是我买他才涨 是这档个股 他本来就会涨 607涨到748 再往上涨到758 那这档个股很可惜的 我没有出的这么漂亮 但是我就大概在这个地方 10月28号的时候先出一趟 买的够低 在这个地方处我觉得也还不错 那包括了像3017的奇虹 有双红就一定要有奇虹 545块钱的奇虹 赶快买 用力买 拼命买 而且还一路跟你讲 一定会创高 结果最后他涨到了699 545飙到了699 够好赚吧 到了10月24号 我也跟你讲要有个警觉性 那随即到了10月28号 我也是先出一趟 我的股票就是这样在做 包括了像是广达 广达我也是在10月9号 还没有起涨就跟你做分享 跟你做报告 然后就从低档 这个时候270啦 270一路涨涨涨涨到了 往上百块来做攻击了 一路标你看我买进之后 他就变标股了 他也是吃到了 GP200相关的机台的部分 那一样 有买有卖才叫做什么 增获利 到了10月24号的时候 获利先出一趟 各位你就会看到 今天很多人说机会要来了 但是他们有在之前 把股票给卖掉吗 没有 你将来你不断的看我的节目 你就会知道 我给你的股票非常的少 而且我给你的股票 都是一路的追踪 你才有办法买 你才有办法报 而且在大阪下跌之前 我就跟你讲我要卖了 你在高档 你有卖股票了 现在拉回了 它才是真正的机会 所以我们的机会要来了 包括像是伪创的部分 103块钱一路带你 赚赚赚赚赚上来 甚至一直到今天 时间不够 我讲快一点 今天又是一根的长红棒 所以应该怎么做 不用拆 直接放到了我的LINE AT的里面 8000过海 11月份 11月份 我给你的见面礼 就看这八档股票 这八档股票的成长性非常强 基本面非常好 筹码超级美 超级美的筹码 我认为这八档的股票 都还会再供一波 都还会再标一波 那想要知道这八档个股的 就自己去看 我就放在小老鼠GO888 或者是你按一下暂停键 或者是我现在给你三秒钟 你把行动电话给打开 来扫描这个QR Code 我就会直接放在这个的上面 你这个时候去加入的 我已经放在LINE AT 右上角有一个记事本的部分 你现在加入 你现在就可以看得到 这八档的股票是谁 你一定会惊讶 你一定会喜欢 因为这一些个股都没有走完 11月份就看这八档的股票 欢迎你的加入 来导播进广告 好这个阶段 我们来聊聊几档的股票 第一档3037的新兴电子 从相对第一档 我跟你讲 这档个股绝对不会指到这里 即便他经过了整理 一直到这个礼拜三 要开始攻击 跟今天的长虹棒 各位 这都只是刚开始 这叫做预备期 都只是准备要飙升之前的前期而已 等他的整理完之后 后期 中后期 3037的新兴会走入所谓的飙悍期 也就是他未来的力道将会越来越强 每一档飙股他都是这个样子 在起涨之前 缓步电高 让你觉得他到底要不要涨 你看不懂的 因为你也不知道这档个股 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你可能想说 是不是跟其他股票一样 可能涨也可能跌 可能就涨到这里就不会了 所以涨一点点你就跑了 但是如果你有像我一样 有果来看阴的话 你从300块来回看200块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200块超便宜的 他现在准备要攻了 你如果从100块来看200块 你会觉得他贵 差别在于这个地方 那这档个股我跟你讲 不会止到这里 一切都只是刚开始 包括像是长华 长华他所公布的第三季的营运的成果 这节单季合并营收44.66亿 税后存益的部分是4.39亿元 那从面额 因为他有一个这个信号 代表别人的面额是10块 长华的面额是1块钱 那他换算之后 第三季每股的税后是0.63元 那从第三季的合并营收 成长了5个百分点 那重点是他所公布出来的 他的获利比上一季要来的更衰退 主要是什么 业外跟汇对的部分 那如果是因为这些非业内的因素的话 各位这里在消化的 就是他的财报不好 而他今天财报公布出来利空之后 反而是往上拉的 代表着他就要从这一天起开始上涨 各位我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长华你未来一定要看好他 都只是刚开始 而且还很便宜 那包括了像是联亚的部分 联亚这个西光子相关的 包括他中国的客户 跟明年跟今年 未来的成长性都还在 所以你看他横盘整理 一直不真的跌下来 就是他还要再攻一段 包括了像是235是红准的部分 接获了GP200 他接的就是GP200 的这个水冷的零主界的订单 你去想鸿海接到了 那鸿海他要给谁 给鸿准 所以在相关的内容里面 当鸿海开始好了 鸿准他就会好 所以在横盘整理了那么久 各位 极短线上面量能稍微比较大 不要去追 但是拉回之后 这档个股不会止到这里 往三位数过来走 也只是刚好 可是我讲得非常的清楚 包括了像是拉回之后 4903的联光通 以及6706的惠特整理完的发动 还有64012光盛的部分 我觉得你都可以去观察 那包括了像是系统 各位都还记得 我当时怎么跟你讲系统的吧 从相对低档一路带你转上来 时间不够 我拉得比较快一点 那涨一段之后 成本获利被拉开了 现在呢 整理已经进尾声了 量能已经说到了不可思议 所以随时会发动 11月份是属于系统的月份 这个月就看他做表现 那包括了在3450联军的部分 机会是不是要再重现了呢 我怎么做动作 以及生羊半 我觉得这些的股票 机会都非常好 那10月份 我赚到了联军 成名店 广达 全数获利出清 11月份新的寻宝图要来了 那不要一个人吹风淋雨 各位乱做不会比较好 你有我在 有我的团队帮你去外面 拿到重要的讯息回来 你就跟着我的指令 我的讯息来动作 你会顺利非常的多 所以我才能够赚到 一档接一档的好股票 那也不用猜 11月份就看这八档的股票 就看这八档的股票 这八档的股票 直接公开在 小老鼠GO888的上面 您就自己去看 你现在加入之后 它已经放在我的LINE AT 上面的记事本 已经放在上面了 欢迎您的加入 未来一起加油 好 那今天的节目 就先进行到这边 愿我如长风 伴君行万里 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